其實文會寶的社評已經講完 關於政府工作報告 關於香港部分 又是那四個字 跟我們的財政預算案一樣 佛善捉塵 即是香港大局抵定無需中央 太多掛心 而港人對這些政策文件最關心 特別是經濟報告 看見哪些板塊被看好 政策傾斜 而作出投資的部署 但實際上我們看這個報告 我們可以從三個角度分析一下 第一個就是多份報章怎麼提到 5%究竟是保守 要是有什麼原因呢 還是說到這次是一個比較大調動的人事報告 重要的班子都是習近平的親信 這個好處就是政策撿不得好一些 註報是怎樣的 是不是缺乏了忠言去作鑑呢 這是重要的 第三當然也說說有關香港的問題 其實我們觀察國情 任何數字 任何字眼不是最重要 人才是最重要的 人是最重要的 所以數字和什麼呢 5%好像每個人都拿出來說 我幾同意星島日報的社論就說 這個數字是為未來一屆的政府擺設安全標準 我擺設到5% 所謂偏穩陣 即是偏低 如果你新一任上場 將來是很容易超越5%的目標 你對一個新一屆的政府來說是一個好事 即是說這個數字是政治性 而交代出來的就是反映出 這一屆兩會之重要性 是因為每五年一屆是換屆 人事換屆 這一屆的會 人是很重要的 實際上是接替李克強的叫做李強 李強當然也是一個人才 但在經濟特別面對當前這麼複雜 這麼惡劣的經濟環境 而去帶動中國經濟能夠保住這個增長很重要 所以其實不少評論都覺得 將那個經濟增長預測降低一點點 那就容易達陣 如果不然突然定得太高 那你去不到覺得你不行 那實際上除了李強之外 幾個很重要的財金官員 都是去到這個要交接 老稱交替 包括大家熟悉的人民銀行長 易光都要退下來 有新人會上去 這個習班子就很穩固 權力很穩固 這個真是看到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但真的回到一件事 如果大家都太過 因為了解習近平 也知道不可以有太多不同的意見 會不會缺乏了一些所謂的忠賢 大家知道李克強在經濟發展路線上 和主席有很不同的看法 你知道李克強也很艱難 因為過去尤其是疫情似乎看法有點不同 由地攤經濟到宏觀調控 你就知道國務院總理才是主持實務 現在對著幹 我還記得有兩次李克強早上說完 下午習近平說的似乎是另一套 實際上主席和總理有些看法不一樣 你發覺他們少了一些交雜 所以一些很精細的記者的鏡頭 我都知道他是有握手 握手就說好 拜拜 不是一個很強的交雜 當然習近平和李克強的關係密切得多 密切好 大家可以同一的看法 好像曾經是上下屬的關係 這個就是李克強的對忠心 但忠心會不會忠然可以進鑑呢 同樣我們看看香港的問題 姓全 又是姓李慧 現在很流行 姓李也當時得令 李慧瓊出任人大常委 接替譚耀宗 因為看到民建聯營是中央最棄重的 一個政治在香港很重要的機制 其他人都不容易踩進去 政治忠誠度是重要的 但除了忠誠度之外 大家是不是有更高之少的期望 少許就不要那麼多 其實在建制派裏面 我聽他們一些熟悉的建制派 他們都希望建制派裏面 多些人才可以選擇 我說言下癡 即是你們沒有人才 不是 我們希望多些人才 當然建制派說話都很穩陣 不過我們看台公論 李慧瓊 48歲 很年輕 除了年輕之外 你可否想到他這麼多年來 在香港 無論是香港本身的事務 中港關係等等 有什麼令你覺得有記憶的事情 可以見到出來 沒有 因為他說話都很穩陣 他是繼譚耀宗之後是最穩陣的 他們的神台上的曾鈺成 經常都故意兵行險著 李慧瓊 譚耀宗 大家不要忘記馬逢國 馬逢國在兩屆的人大 但是那個換屆會議裡 他也是團長 上一屆他和譚耀宗一起列席 這個主席 但是他看著譚耀宗做了人大常委 這次又是他和李慧瓊都在列 盛傳就是李慧瓊 實際上在較早前 差不多大半年前 馬逢國都回應過一下 人家貼他會不會是人大常委 他略略回應過 但是最近這一個多兩個月 主要是問李慧瓊 李慧瓊就是 如果有這個機會 我也願意為國家效力 過去來說 中央很重視香港這些建制派 中誠度 不過現在中誠度是會凌駕一切 包括你看回新的政治局常委等等 外界很多評論都說到 中誠度是最重要的 正如我剛才分析過 中誠度的好處 就是不會有太多爭議 能夠一心推行同一個政策 但是政策方面出現偏差 有沒有人從旁來看到問題在哪裏 這也是我們需要留意到 當然在香港問題方面 有兩個人物都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寶龍就是韓正 韓正在《星島日報》連續兩天都說 他有機會問鼎成為國家副主席 即是現在王岐山那個位置 禮儀性多些 但你不要這樣說 始終都是有權力的人 因為在中共黨裏面 排名和權力是很大關係的 另外就是夏寶龍的問題 夏寶龍就是 他其實本來應該退休的 他以前在政協很高職位 他本來退休 但是是不是叫做林毅壽銘 來主觀港澳事務 他一主觀港澳事務 整個港澳系統翻天覆地的大轉變 而且對於中央的權力 運用在香港的遊戲規則 完全改變了 當然大家不會忘記 夏寶龍主觀浙江的時候 拆拆十字架 各手管多強硬 現在看得到 印證得到 真是一點都不手軟 當然韓正能夠做到國家副主席 令到交替方面更加合適 韓正畢竟是相當無實的高幹 他的能力也看到 他比較溫和 但是夏寶龍究竟是再坐一回 是否再坐多四五年 因為是一個臨時一兩年的問題 這就未看得到 因為韓正做國家副主席 就肯定做足一屆 但夏寶龍去主管香港事務 這個位置可以隨時調動 如果他多坐一會 坐多一屆 五年都挺長的 如果多坐一會 坐多一會 一定有一個任務 是未完成的 是需要他完成 究竟是什麼 是否區議會選舉 還是放遠一點 是否在對台工作上 他曾經主管浙江 都是算對台的其中一部分 香港是一道小菜 就不是那麼重要 實際上有些人事的編替很重要 譬如很簡單 中國駐美大使 空完幾個月了 循環回去做外交部長 仍然是未落定人選 那些就看到中美關係的中卷變 找誰做駐美大使 其實看到很多事情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祝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連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